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好 Hello Hello 歡迎大家 這次有機會和大家一起在這裡 我們有聚會 有崇拜 有聽信息的時間 讓我們此刻有少許安靜的時間 我們預備我們的心 我們進入我們的崇拜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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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們一起低頭祈禱 天父,多謝你帶領我們眾人的腳步 今天來到你的聖殿裡 我們有崇拜的時間 天父,我們在這裡 求你給我們不單有安靜 我們心裡有平安 我們放下我們心裡 一起在想的事 我們將我們的心到空 為了讓祢可以充滿我們 讓我們打開我們的耳朵 預備今天在聖敗裡 無論是敬拜 無論是我們的分享 無論是我們的特別的獻師 還是我們講完我們講道的時候 讓我們一一聽進入我們的心裡 天父,多謝你保守我們 和我們同在 在我們今天的聚會裡 多謝你 奉主命求,阿門 阿門 好,大家請起立 我們一起讀今天的宣兆經文 宣兆經文是來自詩篇的五十七篇 七至十一節 好,預備 神呀,我心堅定 我心堅定 我要唱詩 我要歌頌 我的靈呀 你當醒起 琴室呀 你們當醒起 我自己要極早醒起 主呀 我要在萬文中清謝你 在獵邦中歌頌你 因為你的慈愛高及諸天 你的誠實達到窮瘡 神呀,願你崇高過禦諸天 願你的榮耀高過全地 好 今天,當我好做 天父感動到我 我們現在是讚美的時間 今天選的詩歌 其實就是 大家有沒有留意我們的宣兆經文 有很多關於心 上帝感動了我 選這些詩歌的時候 這次全部都有跟心有關 對,針言是這樣說 針言的四章二十三節這樣說 你要保守你心 聖過保守一切 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心真的很重要 所以今天透過今天的三首詩歌 大家留意 全部都是跟心有關 希望大家經過完這個敬拜的時候 我們知道我們的心 應該要怎麼做 好嗎? 好 第一首歌 我們要盡心盡聖 去讚美他 我要盡心盡聖 來敬拜我主 我要勇士歌內賺美他 我要盡心盡聖 來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賺美他 要我的神 要我的神 師偉大的神 他配守極大讚美 要我的神 師偉大的神 我要盡力內賺美他 再唱一次 我要盡心盡聖 來敬拜我主 我要勇士歌內賺美他 我要盡心盡聖 我要盡心盡聖 來敬拜我主 我要天天賺美他 要我的神 師偉大的神 他配守極大讚美 要我的神 師偉大的神 我要盡力內賺美他 沒錯 我的心除了要堅定之外 我們還要盡心盡力 盡我們最大最大的力 去讚美各位 極偉大有信實的主 我的心除了要盡力之外 我們也要切切地學無主的話 要緊緊地跟隨他的話 因為祂是那位奇妙的主 祂是那位有恩典 有慈愛的主 我們要緊緊地跟隨他 要慳慕祂的話 我們跟祂的關係才會越來越好 讓我們呢 都跟我們主球 有個渴慕祂話語的心 我心切切渴慕祂 我要緊緊緊追祂 你一年與此外 永無知識 你心失職到永遠 我望我的神人 你奇妙性命 善想我何的珍美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一生第二節 我深深深向祢敬拜 我寧願慕祢榮光 我完全想順祢寶貴應許 我載祢懷從岸 我要向世人 歌唱祢的恩免 直到我可見祢面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主耶穌 我們用 用我們一生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耶穌 主耶穌 求用我一生 阿弥祢 阿弥 我們有學無主的話 與心還未夠 除了我們要盡心盡力 我們要學無我們主的心 我們還要恨求天父 成為我們心中的眼睛 讓我們可以看清楚 如果跟祂的关系很好的时候 天父就会给我们看清楚 原来祂想我们的前路是怎么走 我们怎么才能紧紧跟随祂 让你的心真的看到 打开去接受祂为我们预备 一切一切很美好 还有一切一切祂为我们走的路 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什么是为我们最好 为到我们天父才知道 我们的心要打开 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要清楚 我们才可以看清楚天父的指引 让我们用思觉心中的眼睛 我们向天父去求清空我们的心 打开你的眼睛去看清楚 我们主要为我们预备的东西 心中的眼睛 一花一草 牵创造彭静 曙光的初醒 霸主地外反映 悠悠山风 连绵地和应 祝天道富咸 全是你得醒 让此刻的心跳声 证实彼此生命 夜半祸百酒足够光影 没有写神的旧情 择路如何方式 从心深处罢不得去酸情 我恨声声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才懂得春风 受与泪认定 我恨声声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人生的高低 给我去辨认 诗篇会不尽永 可能这首歌大家都不太熟 如果我们不太熟的话 我们不如留意一下多一点的歌词 我们用这首诗歌去默想 我们想一想 究竟生活上有什么 我们想天赋 让我们看清楚 会不会前面 现在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 伤心 不开心 我们蒙蔽了 我们只靠自己的能力 去解决 眼前的事 我们不记得了 求天赋的带领 让我们再唱一次 如果你们想一起唱 我也欢迎大家一起唱 如果大家想安静默想 我也很高兴 你们可以用这首诗 我们去默想 好吗 再唱一次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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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彼此生命 夜缓和白酒足够供应 没有写真的旧情 择路如何风生 从心深处不得去算奢 我向清醒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才懂得出风秋雨里认定 能力是你命 我向清醒灵 于心中照明 替代眼睛 让我看得清 人生的高低及我去辨认 诗篇伴尽永 好了 各位弟兄姐妹 希望我们今天的诗歌赞美 让我们真的可以想到 我们的心要如何预备 我们要尽心尽力 我们要渴望他的心 以及我们要恳求天父 让我们用心去看清楚 他要让我们走的路 谢谢各位 请坐 可以 以后来就是我们分享的时间 有没有弟兄姐妹 今天过去有事想上来分享 好 牧师 大英姐妹 对我有少少的分享 我分享的就是说 有时当你为一件事去祈祷的时候 实际你或者就是那个祷告的答案 你就是那个答案 神就要猜批你去做他的功 神先将一个负担放在你的心里面 叫你去为一件事祈祷 你一直的祈祷 祈祷到一段时间的时候 神就会被你看到 你就是那个答案 上个礼拜一 我接到一个电话 是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 他们很多的家庭教会 不同的身份 他们的家庭教会 最近因为很多人 又来外面学习 或者有些人去里面 去做那些培训班 不过现在进去的就少了很多了 那里面呢 就因为教导不一样 就会产生纷争 这个是很正常的 那纷争的下一步就是分裂 所以现在中国教会 家庭教会 很多都面临这个分裂 有些人说 你去学了这些东西 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接立的 好像其中一个 我想他说叫做江商团契 江商团契我想是 他说是在美国带进去的 我不知道会不会是 business man fellowship 我不知道 他说你完成了这个团契之后 你参加了培训之后 他就会安立你做大祭司 你就是大祭司了 他说好欢喜 我可以做大祭司 然后你是大祭司 你要担当人的罪 你可以担当人的罪 那些人说 你是大祭司 你是不是属于阿伦的子孙呢 我不是 我不是阿伦的子孙 你是不是照着 墨基西德的班次为大祭司呢 我又不是 那你是跟着 哪个order的 priesthood 我不知道 他说没有圣经根据 那你就做大祭司了 他说是呀 是一个被高立的职份 你们个人要听我 那些人说 不听你 OK 那人们就将他说出去 我说 这些我不接受 OK 那有些人就说 哎呀 他是我们的冲始人之一 我们十几年都这样走过来 那你将他说出去又不行了 不论如何 你看到 一个教育 一个德传 如果教育 那个教育 不对的时候 他会产生下边疾 一定是纷争 纷争的下一步 就是分裂的了 那他们就 有些人就说 哎呀 不对啊 我们十几年来 大家这么辛苦 一起成长 做主的工 把他踢出去 他又会骂他们 他又说他对 有些人说他不对 就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 不过有一个人 姓艾的 我都没认识过他 我不认识他 艾什么红 他也是一个传道人 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领袖 他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个人 你帮助我们 跟我们讲 谁是对 谁是不对 如果不对 我们就不要他 如果对 我们就接受 这么简单 需要什么需要分裂 分裂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 他说我们去请王岐峰 你帮忙 那些人就说 但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人就说 那王岐峰 来说你们听不听的 如果一会儿又不听 那又继续乱乐 那我个人都说愿意听 好 那我上个礼拜一 就收到这个电话了 他说王岐峰 你接不接受 你帮助我们 Dixon 接不接受 Dixon说接受 是啊 我听到这样 你没办法不接受 所以就接受 最此之前实际 我们每天早上有个祈祷会 负责的同工是每天早上五点二十九分 准时开线 那些人陆陆陆陆陆就上来了 六点钟就正式开始祈祷 到七点半左右 那我们就实际一直都为了中国的家庭教会的福音 事共祈祷 我们都知道里面一定有不同的教育 课程 一定有的 我们就一直为这件事祈祷 每天都这样祈祷 但是很奇妙的 时间到了 我就接到这个电话 所以我们去怀这个时光祈祷 怀这件事很有负担 那接着是什么呢 神说你就是答案 你要去做这件事 感谢主 分享到这里 还有没有大兄姐妹想分享呢 今天星期有没有特别哭 鼎姊妹平安健康 今天要分享的是一个有些失败的见证 但是我觉得都需要跟大家分享 上个星期三 就有两个人 妈妈和儿子来我家 他们两个身体都不好 那妈妈就跟我说 哎呀 我经常都成身痛 这儿痛那儿痛 尤其是要吃止痛药 我说哎呀 你比我年轻啊 为什么这样啊 你看我从头到脚 没有一样痛的 他很羡慕 好了 说了就过去了 到星期四晚的时候 我通常很喜欢坐在床上 看书 做一些事 然后才睡觉 一切都非常好 那时候已经差不多一点钟了半夜 就开始睡觉 一睡落床的时候突然间 胃痛得很厉害 我都说我没有痛的 为什么突然间胃痛 我说可能今天吃错东西了 想来想去那天没有吃什么特别的东西 就像是谁叫你吃了那些什么特别的东西 想着都想不到 那我就说我这些痛一下就过了 谁知道痛来痛他都不过了 那就是一路痛 那要坐起床来捉一下胃 那都还不行 最后就两点多钟 走起床 作证就走一步 在房间走来走去 那都还是痛 到三点多钟 那都不行了 都是要回床了 那就吃了两三粒 那些不是止痛药 我们家里还跟那个人说 他设计三华的痛 我说我们很厉害 我们家里没有胃瘟罗 没有止痛药 意思就是从来不用吃 那一晚我们家里没有这些东西 搞到三点多钟 吃了那些帮助睡觉 中间大概四点多钟 睡了下 五点多钟又醒了 六点钟就上 刚才牧师说的走神祷 所以基本上那晚真的没什么睡 我都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突然痛了几个小时 莫名其妙 但是很特别的 就是当我五点多醒了的时候 坐起床说不如做祈祷 突然间一个声音 即是一个感想出来就说 你经常说你不痛 现在你就知道什么是痛 突然间我就有感动 觉得这个是神给我的一个管教 当我受到这个管教的时候 就是有两个感想 在负面来说 就是觉得 哎呀我那天为什么做错事 神感恩待你 你都没有说 多谢神 感谢神 将荣誉归给神 祂保守我身体 能够有这样的健康 这个是一个比较负面的 就是说要对神感恩 但是另一方面 心里面又觉得很高兴 高兴什么呢 你们知不知道高兴什么呢 我说神啊感谢你 这个就证明什么呢 圣灵在我心里面 所以很多时候人家说 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你的心中呢 我常常对我来说 平时一帆封信的时候 我真的不感觉到圣灵同在 但是每次当我做错事的时候 整天管教一来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了 神啊我知道了 知道了 原来圣灵真的是在我心中 好像这件事 如果不是圣灵提醒我 我还不知道自己错了在哪里 感谢主 藉着这件事 就让我再一次知道 圣灵住在我心中 神说祂所爱的 祂就管教 所以就算我们受到管教的时候 真的都要存一个感恩的心 神所爱的 祂必管教 我想很快的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感恩 我们就终于就搬到那边了 现在差不多住了一个月 如果你们记得的话 弟兄姊妹 为我们讨告 八十多天的 我们都打算放弃了 但是神 真的信实 让我们安居在那里 比较远的 就差不多 最少一个小时 我们很欢迎 希望邀请大家 一起来帮我们感恩 尤其是牧师 如果可以来帮我们一起祝福 我知道牧师王太 如果可以的话 一起过来 感恩 感谢主 如果没有其他分享 我们今天又有很感恩 又有我们的特别音乐 就是由Sharon和Sita姐妹 还有他们妈妈Agnes 就为我们有这个特别音乐 歌名就是一生都足够 就交给他们了 大家好 时间过得很快啊 眨眨眼已经到了2021年的年尾了 大约11月 不知道你们会想起什么 就是很多人都重视的感恩节了 如果要选择一样最最感谢神的事情 你会选择什么呢 你会选择什么呢 如果要选择一样最最感谢神的事情 你会选择什么呢 世界上有什么 能够令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 现在请大家细心听下究竟是什么呢 作人 看出每分所有 哪个像你 未见识看古宫 应必足够 跟着同套 传递信望爱 现了漫天 漫天性首 重赞的歌声 天空声制片 令我心欢呼 不识因为似浪潮 伤筋铃 烈海世 生活事情 给你重要 任世间纷扰 风促不缺少 未怕雨一笑 连外财富都消失了 心相熟 心失识 让我获得最大沫浊 一世都惊慌烈 远挑拔你 共我主福 我幸夸前里 爱靠近你 用没天生 美心感激着你 过去迷途 传来你愿接纳 为我着海上来 呼呼呼呼呼呼呼 哪个阻力 用每刻 听着每分所有 哪个阻力 明晰息汉 高功应必足够 因主同透 传递信望爱 现了漫天 漫天性首 重赞的歌声 轻轻轻轻轻轻轻飘 令我心欢呼 不识人为此浪潮 即使你 没太细生活 事情比你重要 任世一分腰 风促不缺少 未怕雨一笑 连外财富都消失了 深深深深深 让我 获得最低腹中 一切都兴慕烈 今时我 今时我 是三深深深 最低腹中 一生都足一年 保留在腓立比书 三章八节有以下的分享 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为自保 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 唯要得着基督 是啊 他在第四章又这么说 我靠主大大的喜乐 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 这次我已经学会了 这次我已经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又学会了 知足这个功课了吗 让我邀请大家 和我们一起唱诗歌 作为彼此的面丽 想跟你练细 练细细 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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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练练练练 练练练练练的缺少 哭到笑失了 心山上 直至山上 醉的满足 一切都慶何了 唱责的歌声 似痛性滞销 令我深欢呼 不惜因为似浪潮 想跟你 联系细生活 事成为你重要 任世间纷扰 风着不缺少 未怕语言笑 令我财富都笑失了 心山上 阳光 最大满中 一切都慶何了 心山上 直至山 一切都慶何了 心山上 直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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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 今晚 相互有很多考纳明目的 要你花钱的节日 光棍节也是 由Black Friday 然后是Cyber Monday 越来越多 但是很多时候这些节日宣传令到我们失去了焦点 不单是11月 而12月也是 当12月将文化变成Happy Holidays 除去基督的出世的真理 就使得人家 这是商业化了的字日 这是一个放松的字日 这是一个可以任我们想做的字日 今早上在Israel去分享 分享的信息就是之前大家都听过的 诗篇23篇 说到大卫写的一篇诗的时候 神作为祂的大牧人 爱群羊 然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在药福音堂内说 祂是一个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写命 耶稣基督是成为了羊羊 然后牧师刚才分享的时候 我看到牧师都是我学习的羊羊 对群羊的爱是无法拒绝 因为我看到有时候羊羊很多人 受到不合圣经的教导 受到文化的冲击 受到这个世界的忍诱挑战 或者自己很想侍奉好的动机 但是他创造了一些新的教义出来的时候 那最终哪个受损 基督的身体困扬 我们一起为这些祈祷 天后上帝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努力去帮助牧师 看到牧师去分享 他说见到在国内很多家庭教会面对很大的危机 因为他们的边境关口封闭的时候 很多原先可以进入国内 去服侍、去训练的牧师 不能再一次进入 使得众教会不断的 无论是他们主日每天担惊受怕 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有公安冲进来的时候 或者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要失去不同的牧师的时候 主要求你去联敏这个群体 当主要我们特别为牧师去祈祷 主要你愿意开这对门的时候 求你去继续保守住 给牧师他能够在当中有智慧去服侍 按照圣经的教导真理去建立宗教会 主要你愿求你去保守牧师的身心灵 让他在八亡之中 他愿意去恩着爱你 恩着爱群羊的缘故 愿意承担的时候 主要你与他同在 加力给他 主要你将我们的祷告在面前 求你去继续 我们在一些信息的时候 主要你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看见主你的荣光 开我们的耳朵 我们听见主你要跟我们说的话 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的时间 我们奉耶稣名字祈求 第一姐妹今天信息来到 神的名字第八讲 耶和华三马 在过往我们有几个月时间 我们思考一起思想过神不同的名字 我们由出埃及的第三章 我们思考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 当时出埃及 因为神很愿意用他和人纳约的名字 跟他说过往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今天耶和华要带领他们出埃及 盛就奇妙事的神 将来他们进入迹地的时候 神要去完全实现阿巴汉的药 那位的上帝 然后我们在出埃及的第十五章 我们思考耶和华拉法 当时以色列人在抗野里面只有苦水 没有得饮用 但是神透过摩西 借着摩西施行神迹 使得那些水滋润每一个人的生命 使得他们能够被神的医治 耶和华拉法也是在说神是我们的医治 而我们在第三讲 我们看到出埃及的十七章里面 我们讲耶和华离世 耶和华是我们的圣旗 当摩西山上高举神的仗的时候 神与以色人同在 他们能够在山下打圣仗 要强调神的同工是一切得胜的基础 第四讲我们讲到耶和华沙龙 在《士施》的六章 当面对胆小的基殿 多次求问要神去兼顾他的信心 神一再施恩怜悯 神同在 使他有平安 使他可以重新在充满偶尽的环境里面 建立和神好的关系 这个是平安真正的意思 也强调当基殿得到平安之后 他明白神的心意 要兴起他成为士施拯救以色列文 然后他就跟着这个平安 结果指有行动让人认识神 我们思考过诗篇二十三篇 耶和华罗尔 耶和华是我的目者 我们学习到不是我们自己想要 或者我们自己决定什么是我们自己需要 而是神作为大目者 祂爱我们 祂已经明白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们唯一的回应是完全的信靠他 然后我们看到耶和华齐根路 耶利米书23章 我们看到当时耶利米时代 很多很多很差的领袖 但是神要兴起一些忠心的领袖 神更加指向那个最大的领袖 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 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义 成为了罪人的义和拯救 在两周之前我们思想过耶和华尔 创世纪22章 我们从阿伯阿康的人生去看到 原来信服是一生学习的功课 有高有低 但是他不断不断一步一步继续去学习 那个神在山上的预备 耶和华以勒不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看 而是在信服里面去看到 原来神已经为人预备最好 而献以撒这个行动 是耶稣基督献他赎罪的圆形 我们就知道原来神为人预备最大的 是我们的救恩 到今天我们看耶和华三马 三马的意思是耶和华的所在 我们今天信息会分两部分 第一部分 我们会在旧约里面去看耶和华三马的经文 因为是只有一节 我们在以色列书里面 我们在以色列书的脈絡里面 我们去思想什么叫耶和华的所在 耶和华三马 还有对于当时先知 以色列文和那时候的以色列文 为什么他们要听这个信息呢 第二部分我们会去到生日里面 我们在启示录里面 我们去看到耶和华三马最完全的实现 以至到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在等候耶稣基督再临的时候 我们从经文里面去学一样东西 我们要怎样预备好自己 我们又看到神怎样为我们预备好地方 和神对人类历史中局的启示 我们首先去读一节经文 在以色列书四十八章三十五节 从此以后 这成的名字必称为耶和华的所在 这一节经文是以色列书四十八章经文里面 最后一节经文 如果你有圣经打开的时候 你发现之前很多很多详细的形容 在形容着以色列书在异象里面 看到这个新的城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城 但其实很难去定案 如果我要讲清楚这个城是怎样的 应该要由四十章开始讲到四十八章 但是这个城是概括了 这个名字是概括了 究竟整卷书的中心思想是讲的什么 以色列书先知他写这卷书的时候 他开始讲到自己 当时以色列书已经 特别是南方的犹大国 他们已经开始被巴比伦不断的攻击 已经有一批人首先被弄巴比伦 以色列书先是其中一个 然后他在巴比伦的时候受到感到 看见神的异象被简选成为先知 当时他们被弄的群体 其实对于他们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不是很清楚明白 不是很感受到 但他们依稀他们记得 神有预言过的 我们会被弄 但是神会带我们归回 但是他们成为了很容易 一种很肤浅的期望 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巴比伦 我们很期望神会快快快去实现 他的预言 使我们回归以色列地里面 去建立家园 但是以色列的避蒙 未被老的人有一些问题 以色列的书里面和我们说 当时的耶路撒冷 充满罪恶 四个字形容 烏烟瘴气 神的圣殿里面充满偶像崇拜 但是你未进到去去建制 门口已经有个偶像 偶像是整个城市随处可见 然后以色列的形容 道德生活混乱 没有标准可言 任何人和任何人都可以发生不道德的关系 社会上没有人再行公义 没有人再守神的律法 以色列人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他们觉得 神不在我们中间 神在过往的历史里面 没有敬拜 没有赐福给我们 神不公平 神以我们守很难守的律法 我们去跟随第二个神 有神的回应是 你今天为什么这么混乱 为什么你要庇佬 因为你们没有遵守我的律法和解明 而这个后果 一早已经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 他告诉我们 所以整个画面就是 因为以色列大大犯罪 所以神要赶他们走 赶他们出已经去之地 要他们面临审判 是他们救游自取 现在以色列的结书里面 太长了四十八章 但是我选了一个最震撼的异象 就是耶和华的荣耀离开圣年 在以色列的结书十章四节里面 他这样说 殿内满了云彩 软雨也被耶和华荣耀的光辉充满 但是很快到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 圣经跟我们说 耶和华的荣耀从圣中上升 即是离开的意思 大家知道 我想大家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原先 圣殿是充满神的荣耀的地方 敬拜神 看到神的同在的地方 但是可以离开 尤其是圣经在《列王记》上八章十字十一节 圣经跟我们说 从前在所罗门时代 当圣殿在那天立起好的时候 祭司从至圣所出来的时候 有云充满耶和华的殿 甚至祭司不能暂立公职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 以色列人引以为傲 被称为万民讨告之的殿 神的所在 以他们献祭敬拜神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原来神的荣耀可以离开圣殿 我们要思想的问题是 为什么神的荣耀会离开 为什么神的荣耀可以离开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 原来神不在我们中间 圣经有说 为什么? 色列人没有按律法去侍奉敬拜神 生活混乱 但我们就要想 那就是使得神荣耀离开的原因 他们大大犯罪 不断犯罪 日复日连复连犯罪 没有悔改 但如果今天教会 他没有按圣经的教导去敬拜侍奉神呢? 神的荣耀可以不在我们中间 神是圣经的上帝 但如果我们的侍奉仍然带着罪呢? 我们今天用什么的态度去侍奉? 只是这个讯息 只是这个很小的讯息和我们说 顶着我们对罪要有敏感性很高 这个是要操练 我们每次在侍奉之前 我们要好好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自省 我们要自杰 我们有什么事得罪人得罪神的时候 我们求神先去赦免我们 如果不是呢 这个就是没有预备的侍奉 顶着我们不可以在台上 或者在大领性的崗位上 自由发挥 我们侍奉不是做脱口数 尤其是如果当中我们参加 在台上 或者你准备要去台上 或者你在大领性侍奉的时候 当你知道你每一句话都有影响力的时候 人家听着人家看着人家都看得出 弟兄姊妹你的侍奉是有预备还是没有预备 是兴奉还是不兴奉 侍奉不是我们求自己益处 有些基督徒侍奉 我们要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苦心自问 有些人可能是有百分之五十 三十十或者1% 0.1%都好 如果那个侍奉有这些元素 为了自己的名声 可能我们要为了证明我们自己的才干 可能我们要为了吸引人的目光去欣赏 我们可能要建立自己的影响力 一些地位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建立自己的侍奉王国 刚才牧师提到 家庭教会面对一些处境 是不是 自称为大祭司 人对职位的渴求 有些教会有自称仕途 今天有 有些教会自称有新的启示 超越圣经的启示 今天有 有很多牧师 美国很多例子 为了和神祈祷亲密些 买了一架飞机给自己 不知有没有听过 都有 以色列就是轻率 没有认真去看待罪 以为他犯罪不重要 我今天继续回去献祭给神 蒙运过关 不重要的 我今天事奉 不是尽我的力 不是预备得最好 不重要的蒙运过关 过得人过得自己 或者我回去祷告 祈祷 求神 赦免就搞定 不是的 弟兄姊妹 今天你回到教会 无论你在什么位置上面 有没有人看到 没有人看到 不是个重点 重点是神都知道 这个是侍奉 但你知不知道 如果我随意侍奉 神可能就不在我们中间 这就是以西结书 在讲信息的严重性 我希望大家是否看到 真的以西结先知 当他见到神明 要离开那刻 那个沉重的感觉 但问题是 我们人要如何面对 以色列的失败呢 我们要如何去学习呢 或者我们要如何知道 他如何去侍奉神 爱神呢 在以西结书里 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应许 在十一章十七至二十节 和三十六章二十四 和二十八节 如果有圣经 我们打开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七至二十节 这个很重要的 因为当人的罪性 使得人不停地循环犯罪的时候 神的应许就很重要了 我读给大家听 以西结书十一章十七二十节 你当说 主耶和话如此说 我必从万民中招聚你们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又要将以色列地刺给你们 他们必到哪里 也必从其中随掉一切可憎 可厌的食的物 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 也要将身灵放在他们里面 又从他们肉体中随掉石心 刺给他们肉心 使他们信从我的律例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我要作他们的神 神可以扭转 人必然犯罪这个循环的方法就是 他要重新聚集他们 根深他们的生命 除去石心 除去那些罪 除去一切不结的事 以后 另刺下欲心 刺下圣灵 使人有力量 看见自己的罪 从而投靠神 求神帮助他们自己 脱离恶事 神这样做有两个目的 第一 神亲自要更新人的眼光 使人真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 第二个目的就是 神这样做要更新我们 因为使人可以在罪里得释放 使人可以自由地来到神面前 去敬拜祂 和祂相交团契 所以当人的目光更新了 不再看自己在罪里的享受的时候 认识到原来真是耶和华 真是上帝的时候 神就要应许再一次彰献他的荣耀 从前离开了 现在应许再一次 这个就是以色列书四十八章的主题 当时耶路撒冷家破人亡 人人流离失所 看不到盼望 每人都在问神何时出手 神究竟会不会救赎他的子民 神的应许会不会落空 然后神就向以色列先知启示 地上的圣殿是偏使的 有历史的 不要担心 但是不要担心 神的荣耀是不会永远离开 因为神是向人 守约信实 诗词外的上帝 然后他就给以色列先知 看到一个异象 天上面有一个永恒 充满神荣耀的圣神 真正地实现神与人同在 人神关系最美好 最和谐 最大的可能性 而当圣神临到地上的时候 万民都要更新 世界上再没有任何的 黑暗 罪恶 苦难 难阻到人 到神面前 这个就是耶和华 沙玛神所在之处的意义 所以对于当时以色列和以色列来说 神既荣耀看起来好像上升了 离开了 但是他们要有一个眼界 就是看到更远更大的盼望 也就是新耶路撒冷永恒之城 神所在的地方 好了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去讲整个以色列结书的画面 因为原来在以色列结书里面所预言到的 也会说沙玛神所在之处的意义 是和我们息息相关 甚至是非常有关系 因为色列神藉着先知给以色列的盼望 我们会看到预言的实现 这个就是在启示录二十一二十二章里面所记载 那个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的实现 在上个礼拜我在神后卷讲道课 听同学讲道的时候 他跟我讲《比特前书》一章十字十二节 他里面有一个很触动我的 就是圣经真的这么说 他说以前耶稣基督的救恩 对于旧约的众先知 这些众先知的人来说 他们只不过是得到部分 那些先知的预言是说 耶稣基督将会受苦难 后来得荣耀 但是《比特前书》一章十二节里面说 他说他们得了启示 知道他们所传说是服事 不是为自己 乃是为你们 是为你们 旧约众先知说的 是为了今天的我们 好 新约我们明白了 人借着基督的救恩和神和好 我们因着信耶稣 得以被称为神的义女 然后神借着使徒约翰 向基督徒显明一件事 旧约里面所要研究的新的星星殿 是我们作为神仪女将来永恒的居所 然后我们就去到今天第二部分的经文 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至八节 我们一起读出来好不好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海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身府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啊 神的障莫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被爱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座宝座的说 看啊 我将一切都根深了 又说 你要写上 因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加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存的水 白白刺吸那口渴的人渴 得性的 必承受这些遗孽 我要作他的神 他要作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述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方话的 他们的份就在烧着流黄的火狐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对于今天基督徒来说 我们仍然等候着 仰望着 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 圣经教导我们 在未来会发生七年的大灾难之前 教会会被提 然后过了大灾难 圣徒和基督一同降临地上 在地上作王一千年 因为启示录二十章 四节就跟我们说 然后以色列 就会在大灾难里面 也都在千里面去信主 然后启示录二十章 十一至十五节里面 就被我们看到一个异象 就是最后的审判 然后经文就进入到 我刚才所读启示录的二十一章 我们当中看三个重点 三样基督徒一定要知道的事 第一 基督徒一定要预备好 第二 基督徒一定要有盼望 第三 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去哪里 预备好 盼望和知道自己去哪里 第一 我们在启示录二十章 一至二节里面看 基督徒一定要预备好 约翰在启示录有一章第一节 他一开始就这样说 他说 我又看见 这个是当时他去看 神藉着约翰去看到很多很丰富的异象 经历过很多的大灾难 经历过千起王国 经历过最后的审判 撒旦结局已经定好的时候 他看见一个最后大的异象 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新天新地的意思不是说将所有地球的东西推倒重来 而是一个根新的意思 整个地球将所有东西太败坏 太过不行了 新的 一个根新的意思 然后我们看到 先前的天地过去了 被根新了 所以他们不会在 然后说 海也不再有了 有没有弟兄姊妹很喜欢水上活动的 或者很喜欢看海的 圣经跟我们说 新天新地没有 还去不去 去 当然要 不是 其实启示录的意思 启示录对海有一个很特别的意义 海是邪恶的势力 所以海有意思是什么 在新天新地里没有邪恶的势力 至于有没有游泳 我不知道 问上帝 然后第二节里面 他说 约翰看完新天新地 也都看到一个新的圣城 新耶路撒冷 由神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这个新耶路撒冷 是新天新地的首都 是新天新地的中心 但是他的经文说 预备好了 好像身腐 装饰 整齐 等候丈夫 那我们就要问 为什么这一节特别 那么细致去形容 是预备好了 就好像身腐 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呢 等到我们有没有印象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关于婚姻的比喻 新娘新郎 身腐等候她的新郎 很多 原来在传组犹太人的婚礼里面 有几件事我们要留意 第一 当一对男女想去愿意结合 建立婚姻的时候 首先他们第一步要去定立婚约 这个定立婚约 就要由新郎家的父亲去作主 所以如果我们有印象 在《创世纪》二十四章里面 阿伯拉罗汉为以撒去选妻子 这个传统在那里出来的 然后呢 在双方原意情投意合立约之后 第一步是新人确立婚约的关系 当时他们已经要行婚礼了 在婚礼之前 新郎 新娘都首先要洁净自己 还有他们在那一天 是要全部穿白衣的 因为代表他们是洁净的意思 但是那一天的慶典之后 第一年他们不可以同居 也不可以发生任何的亲密关系 所以你记不记得 耶稣他的父母 约瑟和玛利亚 他们建立了婚约 法律上他们是婚约的关系 但是突然间 玛利亚因为圣灵感应 怀有耶稣 所以约翰就觉得 这件事是在他们的文 在风俗里面不接受到的 因为他们一定要等新郎 在一年之后 正式接妻子同住 发生关系 然后去怀孕 那个才是合乎他们的法律 但是在一年里面 法律上他们是丈夫和妻子 但是双方都有责任继续去准备 在一年里面 新娘要上都要继续去准备自己 因为他知道一年后 差不多的时间 当新郎预备好新居之后 他可以随时来接那个新娘 可以提早的 可以随时来接的 只要他的父亲顿头就可以 所以 马太福音25章的比喻 我们就很明白了 为什么要有聪明的同女 预备什么 预备游去点灯 因为如果新郎 选择了晚上来接新娘 而他们没有游的话 他们没有办法参与到婚宴的庆典 在2019年的4月 我和太太结婚 结婚前其中一件很重要 就是要准备很多东西 我们 如果你认识 可能我们结婚的时候 或者我们朋友的时候 你帮他忙 很多东西准备 一年差不多 一年前又要预订酒 不止一年 一年半要预订酒席 或者是很多教堂 然后有很多垃圾东西等等 其中一环节 所以结婚前要做西装 做完西装 你有一个挑战 就是到结婚那天前 你要怎么样 你可以瘦 不过不要胖 要继续 所以那段时间 就要常作准备 结果我太太 就抓了我去做健身的训练 要继续自己 我今天穿西装 我发觉 有点窄了 可能是美国的干击太厉害 缩水 不要紧 但总之那件事就是说 你结婚 大婚之日的时候 你要做好准备 都是 当圣经跟我们说 比喻我们是基督的什么 新婦 基督是教会的新郎 要常作准备 因为差不多到时候 当新郎 预备好新居之后 随时 回来 当我们在信主的时候 我们身份就转变了 我们又从属于世界 变成属于基督 就是那个分约定了的意思 主耶稣是教会的新郎 教会是主耶稣的新娘 这个关系是不会再改 然后在主耶稣 回来之前 耶稣在新耶路撒冷 为新娘预备地方 然后预备后 如何 回来接谁 我们 然后就去举行高阳的婚言 在约翰福音14章2-3 耶稣这样说 和门徒 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 若是没有 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 我去 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 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 我在那里 叫你们也在那里 所以耶稣復活后升天 不是没有东西做的 他不是确定 看你们人类历史如何发展 不是 他在预备最美的地方给我们 但问题是什么 这条经文形容 新耶路撒冷临的时候 新娘是什么 装饰整齐 我们在地上仍然要做这件事 随时预备好 努力预备好 在地上我们努力地去学习圣经 我们忠心的见证主 全阳主的福音 我们在生活里面 任何地方都学习 不要妥协作忠信的圣徒 远离罪 每日对罪都要不断对抗 一步一步迈向 成圣 我们的生命要越来越似基督 我们要保持精杰 是我们不要被任何罪去颠污 只有我们和神的关系 不要像以色列时代 那班以色列一样 这样犯罪 得过扯过 蒙运过关 不要这样 所以为什么刚才 要翻多事人 去讲以色列的背景 是因为说 我们今天就要去准备好 所以当第一第二 看事录 有一章一至二节 讲到 基督徒要怎么预备好自己 一定要预备好自己的时候 我们在接下来的第三至五节 我们看见 神如何为我们这些熟祂的子民 祂的儿女 预备了一个 怎样的地方 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应许 最大的盼望 第三至五节 同样的 约翰听见 很厉害的这个异象 看到 听到 这个声音 他说了一句 看啊 神的帐幕在人间 在新天新地里面 神的所在 不是单单说 这个帐幕的意思在原文里面 不只是说一个有形的建筑 而是说神的所在地 神的所在地 所有的事都成就 剩下的是神和神的子民 在眼前 这个新天新地不再好像在地上 因为人的罪 使得人和神分隔 神的帐幕在人间 的意思是 神人的关系完整地恢复了 我们堕落了的神的形象 完全地恢复了 完美了 而至于为什么没有建筑为原因 因为启示录21章22、23节 跟我们说 约翰说 我未见城内有电 新天新地没有圣殿的 因主神全能者和高阳 为城的电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高阳 为城的灯 那座城没有圣殿 因为那座城本身就是一个圣殿 英文叫做temple city 不是我们熟悉的 第四节 一看继续说 一看说 神要拆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号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鼎姊姊妹 我们读到这一字的时候 好吗 很有力量的一句 神亲自的保证 神亲自给最大的安慰 这是给我们 我们仍然在地上的人 一个最大的安慰 跟我们说 将来就是这样 没有任何隐藏意识 不需要灵异解经 不需要创造性解经 字面解经已经很清楚 将来就是这样 使我们今天知道 这一刻 我们所面对的什么都好 几大的压力 几大的困难 几大的伤感 悲伤 可能有眼泪 可能我们会疼 暂时 会过去 不再有死亡 我们不需要面对 人间死亡的离别 不需要再去面对 熟灵生命上那种死亡 和神永远的伤甲 不再在人间里面 所经历的 所有使我们感到悲哀 哭号疼痛 和当中伤感那种离别的感觉 神将会与你同在 一直 永远 敢同在 然后第五节 神说 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 是真实的 神自己说 必然就是真实 祂就是真理自己 祂说的一定是真实 必然会发生 所以整个第三、第五节 当神说了这么多说话 就是 我们有没有这个盼望 弟兄姊妹 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个盼望 然后我们看 经文的第六至第八节 我刚才看过 我刚才去看过 基督徒一定要预备好 我看过基督徒一定要有盼望 自己去哪里 我们现在去看 基督徒一定要知道自己去哪里 第六至百八至 神用了这三字经文 去将整个人类历史的结局定案 一次过披露出来 不需要再找答案 不需要去找预言家 不需要去占卜 不需要去文卦 不需要去升上名利 去想自己将来是怎样 因为圣经已经说了出来 是什么 小心 弟兄姊妹 我们信主后可以有这些试探 你有没有见过基督徒去看风水名利 有没有见过基督徒过年的时候 看着这十二生肆运程 发光我的眼睛 我今年有财运 我今年有血光之灾 每个人每年都应该有血光之灾 不用了 不需要找了 这里讲了 结局 神预定做了 不会再改变 第六节 经文里面去讲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伯 我是阿梅加 我是初 我是中 我要将生命传的水 白白刺吸那 口渴的人渴 还记不记得 约翰福音第四章 耶稣和那个妇人的故事 那妇人 那妇人说 我们列祖列宗都在这个井里面打水 耶稣说 谁是生命的水啊真正 他自己 第六节 他在讲一个说 神去宣告 他的救赎历史 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因为他是阿拉伯 阿梅加 阿梅加 这两个字就是希腊文里面 第一和最后的字母的意思 所以他完成了 整传了 神 他将历史定了 然后他已经和人彰显了他的救赎的计划 是怎样去发生 在第七节 神同他说 既然结局是这样 有两班人要留意 第七节是第一班 第八节是第二班 第七节是 那个群体是德性的 德性在启舍里面 一贯的形容词 是形容着那些中信的圣徒 那些在罗马世界里面受到迫伯 不愿意跪下 不愿意否认主 不愿意去被 那个六六六的受 扩刃那些的中信圣徒 但今天和我们说 基督徒是什么 如果是德性的 就是中信的 就是什么 圣个世界 我们要忠心主耶稣 我们要拒绝假教师 拒绝假先知 拒绝世上 所有意识形态上面的方言 唯独忠心于主耶稣 所以这个德性 是主自己发出的挑战 当信徒 我们仍仍仰望着主在来之前 中间 很多挑战 很多誘惑 很多使我们软弱的地方 但是有多困难都好 上帝鼓励我们 要守住 如果不是怎么 如果不是就好像第八节那帮人 那帮守不住真理的人 或者那些是不信主的人 犯罪 不愿意回转 不悔改 他们的结局 神很清楚说了 在新天生地有没有他们分 没有 只有什么 永远的死亡 永远的火 地獄 这就是我们今天和人分享福音的时候 很不愿意用一个字 但圣经很清楚说了 是啊 人类的历史 人类的终点只有两个 一是新耶路撒冷 一是永远的火 没有第三个存在的可能性 所以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去看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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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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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呢 我们在地上的平安 是他日 想象一下 地上经历的恩典 是他日 我们在新耶路撒冷 神的寂寞在人间 那个 picture 那种的 预先的上岛 我们今天 上岛少少 他日我们面对面 看到神的时候 就知道 什么叫真正 和神完美的那种的关系 基督徒有更美的家乡 那里有 神最大 最荣耀的荣耀 只有属神的人 才会见到 但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被 神这种荣耀 去吸引到 我们会不会 心里面有种渴望 去见到 神的荣耀 我盼望这种渴望 渴望见到 神的荣耀 驱使我们 今天要有行动 在主耶稣回来 有三个一定 记不记得 第一是什么 一定要 准备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上上持守盼望 上上 准备 然后第一 一定是什么 盼望 一定要有盼望 因为我们盼望 我们知道神的说话 是真实 是最大的保证 然后第三个一定是什么 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去向 自己要去哪里 也都因为这种 这种的认知 驱使我们 想更多 和人去传这个福音 看见神的荣耀 看啊 神的障膜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的说话 我想跟大家唱首诗歌 这个诗歌叫做《新耶路撒冷》 被我破例唱一次普通话 因为普通话的词实在 比广东话的词太多好 但是也好逼得到 那个画面是什么 如果你们懂得唱我们一起唱 如果你们懂得唱 不要紧要 透过文字 发挥我们的想象力 原来将来就是这样的发生 increase本剧 Zither Harp 奎盼 期待那一天 世音见你面 永远 不凡闻 在新耶路撒冷 了 城内有异当 生命随理好 皇亲你解答 有神荣耀光照 看到神的沉默在人间 请继与我们同在 我们做祂证明与祂同处 看到神的沉默在人间 插去一切的眼泪 不再忧伤的意义 一切都更新 我一起起身一起唱 好吗 你怎么一起起身呢 一起唱一首好指歌 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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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没有痛苦疼痛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是我可恶 这是我等待 永永远远与你 同坐我看到 神的草木在人间 心情与我们同在 我们这大使命与他 同书看到 神的草木在人间 查出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应一切都感谢 我同心吐告 主啊 我们在你面前 我们一起吐告 主啊 你透过以色列先祖跟我们说 昔日以色列的罪 使得你的荣耀离开圣殿 但你给我们更加一个伟大的盼望 更加清晰的画面 主啊 你的荣耀是永远 你永远是值得我们去渴望 当我们在地上面 我们仍然怒苦 仍然叹息 仍然等候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主要求你 开我们的眼睛 去看见原来神 你对我们人类历史的终局 已有很清楚的启示 你都给基督徒很大的盼望 叫我们一定要预备好 叫我们一定要有盼望 叫我们一定要知道 我们未来的住处是多么有荣耀 因为是你亲自为我们预备 在那里一切的罪 一切的黑暗 一切的哀哭疼痛都是过去 唯有神和人之间最完美 不会再被夺的关系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你爱我们 你简选我们 使我们在基督里面看到这个盼望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生命里面更多 看望学上你的荣耀 求主施恩报仇 求主施恩报仇 奉耶稣名字祈求 分享也好 主的话语也好 尤其说到新耶路撒冷 感谢主 Auntie S说 我都要唱一首歌 Jerusa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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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礼 这两个典礼都是主耶稣亲自为我们设立的 一个是在最后的晚餐 是主耶稣未去赫西玛利园 未去为我们丁十字架之前所设立的 另一个是浸礼 是主耶稣升天之前为我们设立的 浸礼一生一次就够了 但是首圣餐司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跟我们说 我们要一直守直到主耶稣基督最回来的日子 我们没有说天天这样做 也没有说每个礼拜都这样做 我们一个月一次 但是以为你参加礼拜三晚的祈祷会 就每个礼拜三晚在教会都有守圣餐的 还有这个圣餐有些人有疾病 他们记住主的话语 祂所受的边伤使我们得医治 祂所受的认法使我们得平安 所以很多人很喜欢在礼拜三晚 有些人说 我下个礼拜要做手术了 我需要主的年晚 他们就会回到教会 跟我们一起守圣餐 但是我们作为一个教会就一个月一次 以下请听我读主耶稣的话语 记载在《马帝福音》第26章26节开始 他们吃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内 祝福就抹开 帝给门徒说 你们拿着吃 这是我的身体 又拿起杯来足够了 帝给他们说 你们都学这过 这是我立肉的血 为多人流出来 此罪得赦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学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家国内 和你们学新的那日子 大兄姊妹 我们即将会领受一个无口饼 一个葡萄汁 这个是一个象征式的 这个无口饼是象征耶稣的身体 为我们被丁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葡萄汁 象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 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 与我们立身弱 用永远的爱 爱我们 主耶稣流出他的血 为要洗净我们一切的污蔑 要赏免我们一切的罪 受圣亲的人 主也给我们一个盼望 耶稣说 我不会再学这葡萄汁 直到我在我父的国内 和你们学那生的日子 所以我们有一天 刚刚我们听过的 最新天新地 耶路撒冷的地方 主的帐目 最人间 在天国的地方 有一个极大的现值 主耶稣是那个现值的主人 我们要坐在主的身边 我们要和主一切来回顾 祂为着我们的交属 所赴上的代价 所以我们今天 首圣亲的时候 一方面是回顾过去 主在十字架上 与我们所立的约 一方面我们展望将来 就在新天新地的地方 与主有一个新的现值 现在请大兄姐妹 在神的面前预备心 施托保罗和我们说 我们每逢来到领受主 盛餐的时候 我们要记得一件事 就是这个饼 这个杯不是一般的 乃是代表主的身体 主流的血 主也都要我们去省察 我们自己 在神的面前 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 有没有亏欠人的地方 如果有的话 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 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 有少少安静的时间 之后我们请 Kavin 大兄到前面 亲爱的天父 奉耶稣基督的命 主啊 你流出个补血 为了救赎我们 使我们能够有新的生命 有盼望 主啊 主啊 你三日后复活 当我们信靠你 你的应许 说我们 跟你一样 当我们一起跟你一样 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主啊 你何等的 恩典 主啊 你这个奇妙的恩典 给我们无法想象 我们感谢你 现在我们 紀念你的 受死 救赎 我们 有这个 无酵饼 吃了 紀念主 为我们死 我们感谢主 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命 阿们 他代表 祷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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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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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我们一起祷告 牧师说一句 请你跟我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多谢你 我手中拿着葡萄汁 我们有要主喝新的葡萄汁 主要我们接受你的爱 接受你的洁净你的赦免 接受你所应许的盼望 知道我们日日预备好 知道我们要去哪个地方 穿着这样的盼望 过在地上寄居的日子 感谢主 你受的边伤使我们得医治 主要我领受你的医治 我领受你的平安 使我心灵有平安 身体有平安 环境都有平安 感谢主 感养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大兄姐妹 我们全感恩的心 领受主的杯 大兄姐妹请坐 我们将时间交回给司会 麻烦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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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报告的时间 我们刚刚唱了回应试歌 所以我们直接报告 我们 skipped了 不好意思 我们搞乱了 现在是奉献的时间 麻烦牧师 今天是Pauline姐妹 帮我们收奉献 祝福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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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查评的是加拉泰书 在Google Meet 进行 所以如果大家想一起参加 可以拍下我们的连续 或者问我们的同工、船导或Aster 我们会给你一个连续 星期五也有另一个查评是由黄牧师带的 星期五晚上8点 在Kevin大兴的家 Zoom也会同时进行 所以主题是BStudy 对不起 那是网站 不好意思 以为是主题 那是会议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问 Dixon,Dixon或Aster 我们可以给你会议的连续 主要学是有实体聚会 主题依然是旧约的概论 时间是12点到12点45分 大家如果奉献 如果网上的大兴姐妹 或者有大兴姐妹 有感动奉献的都可以邮寄支票 我们的抬头请写CCCF 地址是3945 Shaffer Avenue Chino CEA 91710 如果有任何代讨或查讯 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的代讨议 就是626 63434 3420 好 那我们还有特别的报告事項 邀请Dixon,Dixon,Dixon上来 无论你是唱歌 无论是你要去分享你今年的感恩事項 或者你有任何可以 都是张荣耀感恩归给神 都可以想到的 都可以跟Aster去讲 未讲的 可以快点想 快点构思 那我们就安排当天 我们有多少时间一起 特影姐妹轮流上台去分享 好,第二个就是 我们11月24日晚 我们在教会里面 就会有感恩节的特别聚会 聖诞节 12月 sorry 12月24日晚 12月24日晚 聖诞节特别聚会 我们月月早 就会负责一个特别的宪献诗项目 那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就会在 待会3.3茶点后 就开始联系了 如果你心里很愿意 有点要求的 我们就希望 每一次联系都可以 大家准时出席 就联好联完才离开 那我们可以到时一同台 会有个队形 我们有个很特别的现实 今天稍后时间开始 我们可能会到大约4点开始 多谢Essa姐妹 还有看到你们 原来教会里面有很多 很丰富 未来有很多大日之日 鼓励大家 邀请家人 辛亥犀利 刚才有个现象很有趣 就是 首主餐的时候 最后不够派 是啊 好事来过 是这样的事来过 最好以后都不够派 是好的 越来越多 所以难得我们教会 有很好的方法 邀请大家 你可以来聚会 聚会的时候 麦全都会帮大家 看着小朋友 聚会完 我们有3.3茶点 一个很好 我们可以 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时间 鼓励大家 多点和人分享 多点和人邀请 他们回来聚会 好不好 弟兄姐妹 好 请各位起来 我们一起唱 三一族 而头请牧师祝福 珍美真诚 万福之间 世上万万 珍美主人 天使天观 珍美主命 珍美 也许圣父 聖知 圣灵 也许圣灵 愿大姓姐妹 望圣灵所赐的喜乐 领受圣经的教训 后发示图 仰望主耶稣基督 和新天新地的来到 愿天父的慈爱 愿耶稣基督的恩惠 愿圣灵的交通 圣灵的恩高 圣灵的能力 圣灵的感动 圣灵的光照 与大兄姊妹同在 愿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给圣父 圣子圣灵 身为一体的神 在地上平安 归给大兄姊妹 和大兄姊妹的亲人 无论在近处或在远方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大兄姊妹请坐 蜜桃结束今天的聚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